突然覺得呼吸急促 然後警戒朋友就發現他在駕駛座上就開始昏迷了 就看完全沒有正常的呼吸 所以這時候他的駕駛座的 他副駕駛座的乘客 這時候緊急拨打119 尋求協助 根據119的指示就開始幫這個 病患開始坐接西里亞的動作 在數分鐘內我們的救護車就搭到現場 並幫這個 副駕駛座成功接受病患的西里亞 並置放我們的散光電極器 在我們散光電極器的 部分的話當然是建議需要電極 並在給電極之後繼續西里亞 送到很大約的提升示範 當這個病患到達我們急診室的時候 主要西天圖的部分主要顯示是一個心事戰鬥的情況 會在 這個病患在給你插管之後 在繼續做西里亞跟在電極 幫他做一些去散數 之後 病患順利的然後恢復了自發性的呼吸跟心跳 那後續 當然藉由我們的心臟科醫師接受 做心臟管之後 跟裝上有足久的心臟解育器之後 後續就速力出院 當然病患因為有及時的一些處理 大家出院的時候意思是非常清楚的 行動都是 是很 很正常的行動的方式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講這個猝食 大概目前 猝食的比例在台灣大概每10萬人 大概會有大概 73人左右 如果以美國的話大概會比在台灣更高的體驗 大概每10萬人會有100到200人 當然相對如果像日本 跟台灣比起來就稍微低一點 日本大概只有50到60人左右 當然會造成猝食 最常見的原因主要是心事戰鬥或是我們心事比脈 這個原因造成的 會造成 突然會造成這個心事戰鬥或心事比脈 主要可能有幾個原因 最常見的是一些心肌梗塞 一些電解質的異常 或譬如說一些高血甲 或是一些本來他 先天上他心臟的電気活動就有一些先天性的問題 就至於一些毒瘾藥物 像說一些海若瘾 或之類的毒瘾藥物 也可能會引起這樣的情況 好嗎 這個圖啊 稍微跟各位美女朋友講一下 我們大概正常的心臟結構 我們正常的心臟結構 主要是 看左邊 左邊這個圖 正常為有一個心臟的絕力 會從這邊開始 會有一個 像我們的瓦達一樣 從這邊開始 開始有一些電氣活動 一些開始發出 經過我們這原本 他 他 他現有的電路 他原本的電線 是慢慢往下走 一直到我們膝蓄 在我們膝蓄才會收縮 可是當 當病化可能 剛剛講 一些心肌梗塞啊 造成 解育點的部分 功能變差了 或者是說一些毒瘾藥物 或是一些高血甲的情況發生 就可能說 這條路 這條路 我們原本的電線被 這些東西給阻斷了 所以下面 因為為了心臟 還是要想辦法 污止他 心跳 所以下面就開始 一些亂調的情況發生 好 我們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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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當我們心臟發生心事戰鬥的時候 心臟就會亂跳 就有點像說我們正常 平常在滑龍舟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聽著耗力 聽著我們的心臟覺醒耗力 會正常的一邊以下這樣子 左邊以下右邊以下 喘茶爆正常前進 當我們心臟在亂跳的時候 就有點像是所有的滑腳的人都隨便的 當然這樣 大家沒辦法配合 所以我們的船當然就不會前進 相對我們心臟就沒辦法 把我們的正常血液給打出去 當然就會造成我們會看 身體就一些缺血缺氧的情況 當然這個時候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當然是 是藥劑室的CPR 當我們心跳會忘記猝食的時候 大概我們的腦部或腦部缺氧 跟身體的所有的器官都大量缺氧 特別是在我們腦部的腦細胞 只要缺氧大概5到6分鐘 大概就會亂死了 所以大概目前 大部分的建議說 如果遇到處置的狀況 第一件事最重要 就是要即時的CPR 除了CPR之外 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盡早的電極去站 因為在處置的病患有一定的比例 會是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心施站中或是心施能犯縮引起 當然這部分是可以治療的 這部分如果有 即時的電極去站的話 其實洗澡就會很快 就會恢復我們正常的心跳 由於在我們一般的電極方面 我們一般的電極器對於一般的民眾來說 實在是太 入門難度實在太高了 所以當然 所以目前在 全世界發展一個 叫做灑瓜電極器的東西 我有帶一台灑瓜電極器 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等一下可以工作看看 可以試用看看 到底是這個灑瓜 還是不灑瓜的 其實我們台灣 喜歡把它叫做灑瓜電極器 它中文全叫自動體外去站器 其實是因為 為了讓一般民眾 大家比較敢嘗試去使用 所以大概中文大部分 把它完全做灑瓜電極器 不過它其實操作非常非常的容易 它每一步都會有一些語音體系 這時候下一步該做什麼 下一步該做什麼 我們只要其實 照著它的語音體系 其實都可以順利操作得還不錯 大家就會問說 照我們會不會電到不該電的人 這些人是正常心跳 或是有心跳的 或是不需要電極的 可是我們不小心 給它用了電極器 不小心幫它電極了 其實這個部分倒是會很放心 所以我們的灑瓜電極器 它可以自動判定我們的心率 大概只有判定在兩種狀況下 它才會建議我們要電極 最主要就是我們的心事戰動 或是我們的心事靈 心事過速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這兩種情況下 它才會建議電極 當然如果它是其他的心病 或是它完全沒有心跳 或是完全沒有一些電極活動 我們的灑瓜電極器 也不會建議我們做電極這個動作 這是我們大概一般的 灑瓜電極器用掌 掌這個樣子 需要各式各樣的茶牌 所以簡單就是 有一個放電極片的茶槽 然後跟一二三 所以它等一下就會造 它的建議就是 我們照這個數據去一二三的數據 它就會很正常的完成它的需要的動作 這個是 所有的灑瓜電極器上面 它除了剛剛還機器之外 它都會放一張 它的建議簡單的步驟 我可能說 它建議打開電極 建議裝上貼片 然後讓它去分析 我們的正常的心率是什麼 最後它會建議 需要電極或是不需要電極 或如果需要電極 就一個按鈕 它就會直接幫我們做一些 這個電極的動作 所以 對於我們一般女生來說 其實比較沒有一些困難度 對 而且 它也不需要去管理 管理說 我們需要用多少的電極 我們需要位置是什麼 它連在貼片上都會告訴我們 正常的貼片 應該需要貼在怎樣的位置 這個AD 其實對於我們初始的病患來說 其實很重要 以前在還沒有這個AD的時候 很多病患從1900到越南 雖然說它後續救活了 可是因為它 心臟停止的時間太久 我們心室戰鬥時間太久 所以都造成腦部缺氧 可能後續都沒辦法 順利的恢復它的恢復意識 所以目前在全世界的部分 跟我們的 其實台灣的衛福部部分 都也都很 目前都很大力的 在推廣這個AD的部分 甚至在我們的 的衛福部的 在上面 通過有公佈說 目前台灣 有大量多少的AD 然後分布的位置在哪邊 譬如說它 進去就可以看到說 台灣目前有多少的AD 如果我們其他 成大附近 所以哪邊有AD 各有幾個 像這邊有一個 這邊會有兩個 這邊會有一個 在地圖上 他們就可以看到 甚至它有推出ADP 可以讓你現場 如果這個 不知道該怎麼發 隨便往上查附近 最近的 散光電擊器在什麼地方 到那個地方 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樣才可以 可以比較保證說 可以在五到六分鐘之內 可以達到我們需要的AD 幫如果遇到這樣的病患 可以給他一些協助 當然這些 處置的病患 醫院的 醫院端的 治療跟 跟後續的接口 當然是相對 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 是跟他 預後比較相關 就是剛剛講過 即時的7TI 跟我們的 撒包電擊器的使用 當然如果我們 醫院端 後續都 都做了該做的事情 可是在一開始 沒有即時的 幫他做7TI 或幫他使用 這個殺光電擊器 造成病人 其實有相對性缺癌 所以後續做太多的處理 對病人來說 就讓他活下來 並沒有辦法讓他 可以回復正常的意識 或是讓他 減少他的後遺症 所以當然 目前 這個 即時的7TI 跟這個 散光電擊器的使用 當然是 目前在 我們處死 處理處死的病患 來說是相當相當重要的 當然主要是 跟 大家 告證 跟他說 這兩個東西 對我們這些處死病患 有什麼 狀況性 藉由大家 他推廣可以讓一般的民眾 更知道這樣的情況 更知道 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該怎麼處理 按 他會知道 你把機器拿出來 他會建議從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如果不知道 他幾乎都會有一個小卡 我跟你說 應該怎麼做 他最簡單的就是 打開 所以他就會告訴我們 他就會一步一步教我們怎麼做 所以 他這裡就有一個電擊片 他會有兩片電擊片 他一片會跟你說 我們可能是貼在我們的 配布的右上 一個貼在我們的 左邊的胸部這樣子 我們就幫病人貼上之後 他另外會有一個插頭 他會一步一步告訴我們 我們只要將插頭接上 當貼好之後 將插頭貼上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 我們機器他就會自動分析 當初這時候病患的心率是什麼 他會告訴你 我們這時候當然就不要碰觸病 當然 如果他分析到 我們如果病患的狀況 當下是 新式戰動或是新式品牌的時候 他就自動充電 充電完之後 他就會亮燈間有的電擊 當然 如果是正常情況下 我們就會按他就會電擊 然後就完成電擊 然後就完成電擊 電擊完之後 他會到瞬間下一步 就開始做 一樣是做CPR的動作 當然 就開始接受CPR 所以 這個部分 他只要不是所謂 我們的 新式的戰動 或是新式的品牌 他就不會減一點擊 所以就不用 我先不用怕電錯的這個部分 而且他相對 對一般民眾來說 相對非常非常的簡單 不會說 會造成說 他不知道該怎麼操作 或是說他會害他說 是不會電錯 那這種東西對於 我們猝死的病患來說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 以前的狀況 常常會有說 一些 一些新式戰鬥的病患 他可能在到醫院前就猝死了 可是送到醫院來 因為沒有即時使用 你的灑膏電擊器 可是他時間太久了 超過六分鐘以上 甚至沒有做完 做好的CPR 所以 後來腦部都已經缺氧得相當嚴重 之後就 雖然說 生命活下 可是人就沒有行 所以當然 就甚至別人植物人都有 所以這一般人都可以用 這一般人都可以用 不用專業的 這個不用專業的人 所以在目前像一些火車站啊 高點站啊 或是一些比較大的學校 都會 我相信民眾應該還是不太敢用 對 所以需要大家幫忙推廣 推廣跟宣傳 因為 只有這樣子 對於 這些病患到急診之後 他的 他的癒後才會比較好 那你說的那個 心事戰鬥 是 戰鬥是 所謂的心肌梗塞嗎 他 心事戰鬥大概有幾個原因會引起 對常見的 第一的是心肌梗塞 其他的高科說 他有一些藥物啊 一些電解質的異常 譬如說高血漿 甚至有一些是 他本來天生的 我們的心臟電器 電線的回路就有問題 他就有可能會突然間 會促時會成長的情況 當然 目前在台灣的發生率 是沒有比美國來的高 不過相對 大概也沒有 十萬人裡面 大概會有 大概七十人左右 相對其實也沒有那麼的低 所以當然需要大家幫忙 跟民眾宣導 這樣的狀況非常 十萬人大概有七十人 對大概七十個人 OK 了解 謝謝 謝謝 謝謝